各位英雄林 这两天香港新闻是沸沸扬扬 习近平进入香港 不叫进入香港 跨香港不进香港 意思说跨过了香港 但是不敢进入香港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住责心虚 而且进入香港 不敢进香港 就到在香港的火车站 就住了一个封闭式的 不叫访问了 封闭式的招力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说一国两制很重要 就是香港还有希望 有希望吗 不可能再有希望 英国首相 中国没有兑现中英联合公报的诺言 50年不变 结果25年完全改变 本来香港人还有25年的好日子 但是由于中国收回香港 什么好日子都不存在了 一直也回到什么 回到 一直也回到 回到 不是解放前了 一块说要解放前 这个解放这个词这个名称是不好听的 所以说 八二生说 中国没有兑现联合公报的试验 50年不变 结果25年就变了 英国首相说 八二生说 不会放弃香港 意思说 英国 英国总督会 英国总督会 再回到香港 不是英国回到香港 英国总督会回到香港 也就是说 第二次 第二次香港第二次回归 第二次回归是回归民主 回归自由 回归协政 或许回归成为独立的国家 习近平这是返回香港 虽然 跨过了香港 但是他不敢进香港 就在火车站 就形式上 做了一个封闭式的仰言 说了几句话 待了几个小时 两天 两天加起来 还不到一天时间 而且会还没有开完 他就赶快离开香港 回到中国大陆去 大陆去 回到中国警力去 住深圳 回到深圳的其他地方 为什么怕 住在心虚 因为香港人 这两天被杀了 杀了成千上万的人 我指的成千上万是一个名称 成千上万 好多个千 好多个万 大家去思考 因为政治正确 我也不想说那个数字 香港会有未来吗 没有 美国之音 美国政府 布林肯发表 就讲话 希望香港兑现 很多人 释放政治犯 对香港非常的舍望 但是在这里 共产党还怕你 还怕你舍望吗 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杀人 就是要打烂香港的收回去 他不在乎香港是不是香港 只要共产党的手里就够了 如果有一天 英国总督再回到香港 那会受过什么景象 那就不是今天这个景象了 那就是一定要让香港民主自由 和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是今天的大新闻 习近平跨过了香港 不敢进香港 住者心虚 好吧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关注我的推特 投资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赞助投资我的美术工作计划 谢谢苏玛奇 明天晚上 因为这两天都有点忙 好的 谢谢